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闆 到了 好 你可曾想過在下車的時候也能如同於明星般的下車方式 那麼Sienta 會是你非常好的選項之一 Sienta的外觀走的並不是非常流線 它走的是比較方正筆直的 但是它在外觀的部分卻是相當的活潑 就比如於車頭的防掛護板的兩條小鬍鬚 還是車側的護板跟車尾的小尾巴 這都是會讓它更活潑的元素 內裝的部分就如同於我剛剛在外觀的時候講的一樣 是相當活潑的 比如於座椅的這個橘色的車縫線 還有儀表台上方的橘色的線條 跟副駕前方這個擋板打開之後裡面橘色的配色 這都是讓它活潑的元素 中央單座上面有一個大約7吋的觸控螢幕 再來有兩個出風口跟排檔桿 那空調的話是單區的橫溫空調 沒有中央扶手 只有這個駕駛座的扶手而已 我會說下車的時候如同於明星般的待遇 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它的後門關上之後會有自動吸附的功能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那Sienta的後座 坐起來是相當的舒服的 它的座椅也蠻軟的 所以你如果在長途旅行的時候 坐起來也不會太過於辛苦 那後座的部分 在上方有四個冷氣的出風口 那我們今天介紹這台是七人座的版本 所以後方還有兩張座椅 我們趕快去體驗看看吧 最後排的話 非常適合小朋友來乘坐 但是如果大人來坐的話 可能會覺得相對的太過於擁擠 我們會直接坐到這台的水 我們會不會太過於 這個爛漲來的旅程 那好幾張座椅 在大人裡 digital上… 就會讓你沈滿了 其實就是一個小朋友 我們會不會太過分 我們的客人 會不會太過分 我們會不會太過分 我們的客人 以及拍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